Hello,大家好,今天来分享一个iPhone升级iOS14.3之后可以实现的一个功能 那就是自动更换壁纸 当然这个功能呢在安卓机上估计可能十年之前就已经实现了 但是在iPhone直到今天我们才可以通过设置自动化来实现这个功能 可以说是让广大国粉等到花儿都快卸了 但是设置自动化呢是需要你在iPhone上简单的那么滑了两下 当然了如果你对编程有所了解的话 那么这个自动化呢相当于是你自己去编写一个小程序 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让iPhone自动执行更换壁纸这个操作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怎样来实现 首先呢我们打开快捷指令这个APP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自动化 这里选创建个人自动化 下拉菜单 点选APP 这里面我们要设定一个条件 那就是当我们打开APP或者关闭APP的时候来更换壁纸 我们选择当关闭APP的时候来更换壁纸 这里我们选择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APP 那我就随便选两个APP 好我们选一个Disney Plus 然后我们再选一个Google Maps OK我们点击完成 点击下一步 这里我们就要编辑具体的操作了 一共有两步 第一步就是查找照片 选择查找照片这个操作 这里我们添加一个过滤条件 我们要选择哪一个相簿来作为我们的壁纸更换的相簿 我已经在我的相簿里面创建了一个叫Wallpapers 排序方式呢我们选择随机 限制我们获取一项 紧接着呢我们追加一个操作 那就是设定墙值 这一项呢是iOS14.3升级以后多出来的这么一项 之前的iOS版本是没有的 OK我们选是设定锁定屏幕还是主屏幕 这里我们全选 OK我们运行一下 OK这里边它进入了设定墙值这个程序里 我们先取消 我们展开看一下显示预览 我们把这项去掉 因为我们不想看到预览 我们只想让它自动的设定壁纸 OK我们点选下一步 这里边运行前询问我们把它去掉 不询问 好的点击完成 这样我们就创建好了一个自动更换壁纸的自动化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效果 我们打开Disney Plus 我们再把它关闭 我们看到壁纸已经自动更换 而且呢快捷指令有一个通知在上面显示 我们再来看一下打开Google Maps 再把它关上 壁纸自动更换 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每一次你在这样进行操作之后呢 激活自动化之后 它都会给你一个快捷指令的通知 这个是我们不太想要的 我们正常的思路呢 是进入到通知 设置里的通知 去找到相应的快捷指令的APP 但是我们发现这里边就没有出现快捷指令 那我们要去哪里来设置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进入到屏幕使用时间 查看所有活动 拉到最下边 这里边有通知 快捷指令 我们看快捷指令 每天的通知达到了316字金次于微信 这个是很烦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关掉 这里边呢我们不要把允许通知取消掉 因为我尝试过当取消掉一段时间之后 它还会自动激活 这个不知道是系统自动的一个机制 还是iOS 14.3的一个bug 所以这里边我们只要把提醒这三个钩去掉 把声音去掉 然后呢这里选从步预览 这样就可以了 OK我们来试一下实际的效果 我们打开Gmail 哦不对 我们打开Google Maps 再把它关上 没有通知 壁纸自动更换 OK一切搞定 其实快捷指令这个APP功能是很强大的 我们可以设定一些在某些场景下自动运行的程序 来简化我们的生活 比如说当第一个人到家的时候 客厅的灯自动打开 最后一个人出门的时候呢 家里所有的跟HomeKit这个APP 相绑定的智能电器呢关闭掉 比如说电灯啊 然后Apple TV啊电视啊 这些都可以关闭 所以说用好快捷指令和自动化呢 会大大的方便我们的生活 OK关于自动化更多的实际应用呢 我们会在以后的视频慢慢的给大家做介绍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呢 请在下方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